雞蛋車上的雞蛋拿這裡還OK啦 送雞蛋老闆娘語氣超無奈 要送給店家的雞蛋全部砸在地上 蛋汁噴滿地 教室車就是這一輛自小科 監視器還原撞擊過程 消貨車停在超濃蛋餅前 瞬間碰的一下車尾被追撞 教車右側翹起來差點翻車 人沒受傷但雞蛋全毀 看了好心痛 這下真的是超濃蛋餅了 上面的快撈起來還能吃不要浪費 車貨飄出淡淡哀傷 車的板筋是跟蛋殼一樣薄嗎 無奈破了破了那也不可以吃 當然心疼 可是心疼又不需要 我要怎麼辦 全台蛋荒幾乎一旦難求 有錢也買不到 結果駕駛這一撞 一口氣撞破3600顆雞蛋 市價至少2萬元 但錢已經不是重點 是破掉的雞蛋就不回來 趙勢叫車的車身破了一個大洞 警方表示駕駛疑似晃神追撞 但最無辜的還是這些蛋 不只店家無奈 還讓賣不到蛋的民眾 對一心瓜 藉由王毅 黃旭雲高雄報導